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经文是在传道书十一章九节 少年人啊 你在年幼时当快乐 在年幼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 行你心所愿行的 看你眼所爱看的 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 神必神问你 亲爱的小朋友 你有开过别人玩笑吗 你觉得好笑 但别人的感受如何呢 你知道因为开玩笑而造成严重伤害的新闻越来越多吗 有人在跑步时 同学突然伸出脚来绊倒对方 不但牙齿撞断 还头破血流 恢复 治疗就要一年多 深深的影响别人的生活 或是故意将同学椅子挪开 让他摔个四脚朝天 结果腰椎骨折 下半身再也无法行走 一辈子都要坐轮椅 也有人不是用行为 而是用言语开玩笑 取笑 深深影响同学心里的健康 结果使人忧郁 害怕 甚至伤害自己 开玩笑的孩子 只为了一时的快乐 好玩 想都不想后果 造成自己后悔也来不及 无法承担 连父母都要一同承受的悲伤 小朋友 今天的经文在提醒我们 无论你现在几岁 我们做出的每一件事 上帝都知道 快乐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因为不同的行为会带出不同的结果 所以请记得把上帝的话 牢牢记在心中 尊重身边的人 在言语 行为上 做上帝喜悦的孩子 他必会祝福你 使你心充满喜乐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传道书十一章九节 少年人啊 你在幼年时当快乐 看你眼所爱看的 却要知道 为这一切的事 神必审问你 传道书十一章九节 少年人啊 你在幼年时当快乐 在幼年的日子 使你的心欢畅 洗你心所愿行的 看你眼所爱看的 却要知道 为这一切的事 神必审问你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让我还小的时候就认识你 求你帮助我白天晚上都想起你的话 喜爱你的话 让圣灵在心中提醒我 做上帝喜悦的孩子 喜乐的过每一天 小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